前行政院长赖清德 昨天他出席了一个本土社团举办的活动 记者会当中 作家吴祥辉就批评蔡总统 甚至在脸书上用不雅字眼来辱骂 引来外界踏伐 第一时间赖清德的幕僚切割 说这是吴祥辉自己的立场 而赖清德本人今天也开直播回应 他说希望要进行君子之争 我是被邀请参加昨天的记者会 来宾所发言自有其负责 不过我要在这里跟国人报告 就是当我决定参选 这场民进党总统党内出选的时候 我已经公开说明 要进行一场君子之争 除了我不会去攻击蔡英文总统以外 我们也希望大家都不要互相攻击 候选人不要互相攻击 支持者也不要互相攻击 这样的话才有办法提升 台湾民主的精神 所以我真的非常希望 任何一个人支持参逸文总统也好 支持我本人也好 我们都宣扬 我们所支持对象的理念 不要互相攻击 同时任何人也不要刻意的 把别人的不当的言论 然后硬强压在候选人身上 其实这个也没有必要 所以我是希望 我们就进行一场君子之争